Geographical 在看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它的名词 Geography 这个字的音节比较多一点 第一个音节在GE 我们这个E发成长音的E的音 字整个音节念成G 接下来单母音的O念成R GRA念成GRA 这个A它是一个轻母音 落音化念成R的音 念成GRA PHY的Y念成短母音的E 整个音节中音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Geography Geography Geography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地理学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During Geography Class We had to draw a map of the world and label as many countries as we could During在什么什么期间 这边有个地理课 地理课英文就念成Geography Geography Class 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Draw这个词就是画图的画 我们必须要画一张地图 地图是什么地方的地图 世界地图 a map of the world and the label label这个动词 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标示 标出或者是当作名词标签 在这边当作动词是标示标出的意思 好 尽可能的标出as many as we could 好 就尽可能的多 好 把我们呢 尽可能知道的国家呢 都把它标示出来 好 这个词就念成Geography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Y去掉呢 改成I再加上CAL 大家看到这个AL就知道 它是一个形容词了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G1念成Geography 好 注意哦 Geo 好 这边呢念Geo Graphical 好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是它中音节跑到第三个音节了 念成Geo 好 但是Geo 虽然说两个音节 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 通常会把它念成一个音节 念去念成Geo就可以了 Geographical OK 好 PH呢 这边提醒同学 发成F的音 OK 所以呢 这边呢 Geographical 它当作一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就是地理的 或地理学的 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来 各位看到没有 又是跟什么什么相关 对不对 Relating to 好 Relating to the physical features 好 Physical 就是物理上的 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这物理的feature 特色 什么的物理上的特色呢 一个地方 好 例如说它的高度 它的海拔 它的降雨量 像它的地形等等 还有它的location 它的位置 这相关的 跟这个相关的 就是所谓的地理的地理学的 英文就念成Geographical 好 我们看地区 on this map 一遍 一遍 Geographical 形容词地理 地理学的 Geography 名词地理学 也设订阅地理学 也设订阅地理学